各位同学们平安,我是邓一山牧师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把救恩赐给我们 祂也在地上给我们预备家庭,把孩子赐给我们 到底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父母的 做孩子的那个岗位,那个责任是什么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做儿女的,做父亲的 一般经文的版面的排列是这样,是一端的 打直排,打横排 那如果你把经文把它排列好之后呢 你会发觉读起来是非常清楚的 当你要排列经文的时候呢 基本上把每一句话,创世记道启示录 每一句话可以分成是两个关系 一个所谓叫做平行关系,一个叫做上下关系 平行关系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一二三是对立下来的 那么上下关系呢,就是这句话 都好之后没有讲完,下面继续延续 它是个小的上下关系 那如果你要真是有兴趣去学这个读经法的话呢 这本圣经,我们背后有一个一篇文章 是如何告诉你,关于分析排版 查经读经的那个方法 分析把这个经文排版圣经排版圣经排列的那个读经方法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网上也有这篇文章 你可以到网上上下载也可以看到 那你看这里如果把经文排了之后呢 你看起来基本上是会比这样子清楚 像是一段的经文 那到底神要儿女做什么 要神要这个做父亲的做什么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 你会,你是需要有笔有纸 自己好好做笔记 那么把经文好好的来连读 如果有经文把它版面排了之后呢 你们做儿女的 你们做父亲的 这两个是叫做平排 我叫它做平行关系 换句话说这一点,第二点 如果我的经文 单单是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到第三节 没有第四节的话 就是做儿女的那个责任 如果是单单是第四节的话呢 就是做父亲的责任 如果是六章一节到第四节的话呢 是给你看见做父母 做儿女和做父母的责任 你们做儿女的 那到底神对儿女要有多少个要求呢 有什么要求呢 有什么责任呢 不多,只有两个 在这里看是要听从父母 要孝敬父母 要要这里把它排好 这两个我叫它做平行关系 平行关系 因为是神对做儿女的有两个要求 那么这里呢 给你看见就是 逗号之后呢 是上下关系 因为这个话呢 还没有做完 做儿女的 要这个要这个 这个是在这里延续下来 所以呢把它排下来 所以叫上下关系 你这样子一看 经文版面一排了之后呢 你会发觉 看起来会更加的仔细 求主帮助我们 真是愿意好好地来 运渡神的话语 做儿女的第一件事情 是要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 要听话 听话 父母教你做什么 你听话 留意这个字 是父母这个字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还要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在英文的圣经里面 那个翻译就是呢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在原文里面呢 基本上也是 要孝敬你的父亲母亲 那翻译的时候 为什么把父亲母亲连在一起 因为父亲母亲加起来 是不是父母啊 是的 父亲母亲加起来是父母 但是在原文里面 有三个不同的字 父亲 母亲 父母 是不同的字 好像英文 father mother parents 是三个不同的字 那么在这里呢 基本上是父亲母亲 那么我们可以考量一下 就是如果翻译的话 是要孝敬 父亲母亲 为什么把它分开呢 保罗在这里 好像给我们看见 人生的成长过程 你小的时候 在父母全民底下 还是孩子的时候 你要听从父母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你已经独立了 已经结婚了 可能你父母七八十岁 你也是五十岁 三五十岁 那你已经是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直接在神的全民底下 那这种关系的话呢 你和父母的关系 就是要孝敬他 帮助他 爱他 看顾他 照顾他 这里父亲母亲 生理得福 在世堂寿 这里我们的目的 不是讲解段经文 不过是透过经文版面的排列 给你看见 读起圣经的时候 是更加的清楚 还有就是求主 把母中文求是 你们做父亲的 这里是做父母 那为什么不是做 你们说你们做父母呢 一般我们来讲 做照顾孩子 父母都有责任 姐妹们 千万不要看错了 不要以为这里说是父亲 那么照顾孩子的事情 就全交给你的丈夫来做 丈夫应该做 一个孰灵带领的一个责任 母亲照顾孩子 是你的天子 是神赐给你一个 很宝贵的一个祝福 一个福分 但是做父亲的 需要被提醒 在家里面 孰灵的领导 spiritual leadership 属灵的领导 是丈夫 做父亲的 要做的事情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做父亲的 这两件事情 前面这个做儿女的要要 是两个正面的 这里呢 是两个是消极的 或是反面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那你回去看 过道西书第三章 二十一节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不要惹儿女的气 避免的他们失去自弃 有些什么事情 我们做会叫儿子们 孩子们失去自弃的呢 比如说你不给他保守秘密呢 没有信用呢 应许的东西不做了 没有把他看作重要了 等等很多事情 叫孩子的那个spirit crush 这个做父母的 做父亲的 我们要小心 我们做父母最主要的一个责任 是把孩子们 完完全全能够带到神的面前 让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成长 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 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要造作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个不要 要 要做什么 要养育他们 怎么养育 造作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有人问我这个圣经 这本分析牌版本圣经 有中文的 有没有英文的 英文的还没有排列出来 但是呢 英文排列的话还是可以的 英文圣经也是很多时候 也是一张箱子的一个端的经文 把它排好之后呢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which dead and dead 如果懂英文的弟兄姐妹 你会发觉在英文的文法上来排呢 是更加比较清楚的 因为这是main clause 这个是subordinate clause conjunction 是吗 subordinate clause 你排列起来的时候会更加的清楚 那求主帮助我们 这是在神的话上 我们好好的努力 如果弟兄姐妹对神的话 对这本圣经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 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 透过电话的方式 或者说我们网站来参考 愿神赐福每一位 那在这个圣经上面 我们也有那个圣经分析 这个分圣经信息的查经班 如果你对这个查经班 又有兴趣的话 你跟我们来联系 愿神达达的赐福每一位 好